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要修不静观 要收射感受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婆罗门 这个婆罗门 是一个大富长者的婆罗门 在婆罗门里面很有地位的 他生了一个独生子 这小孩长得很聪明 这大富长者就希望 能够把这个家业 早一点交给这个儿子来经营 所以在早早的时候呢 就给他许了一个婚姻 去相亲 这个小孩看对方也很满意 就答应了 就准备要结婚了 那么当然 这个婆罗门不是一般的婆罗门 是一个大富长者的婆罗门 所以他宴请很多的婆罗门的 这个外道的师父 来家里面做一个住院 在结婚的当天 佛陀那天早上要去托波的时候 就跟阿难尊者说 你先不要去托波 你先到这个婆罗门的家庭前面 去告诉他们一件事说 今天婆罗门子要出家了 阿难尊者就嫌佛陀的辞命 到这个大富长者前面 就大声喊说 婆罗门子今天要出家了 佛陀说的 讲完就走了 这个婆罗门外道师父听了 就哈哈大笑 他说 开什么玩笑 这个婆罗门子今天要结婚了 说什么要出家了呢 很多人在嬉笑当中啊 有几个长老级的外道的师父就说 他说 我们不要小看佛陀说的话 我听说 佛陀说的话最后都会灵验的 他说 这样子那怎么办呢 他说 我们要早做防备 反正他今天要出家了 只要今天出家的姻缘过去 我们就不怕了 但今天怎么过去呢 他说 我们有办法 咱们人多吗 就用人海战术 就手跟手牵起来 围成七个圆圈 因为这个婆罗门规矩 结婚之前要拜这个大饭天 要有一个礼拜台 就搭了一个台 台下面就围了一圈一圈 总共七圈的人 有七圈手牵手 把他围起来 不让佛陀靠近 时辰到的时候 这个婆罗门子 就登上了这个礼拜台 就往太阳的方向拜 他第三白白下去的时候 投胎起来的时候 他说 哎呀 我太虔诚了 太阳当中出现了一个大饭天 就从远处慢慢慢慢 有小而大 慢慢从上面飞到地上就站起来 大家看了很欢喜 哎呀 这婆罗门太虔诚了 把大饭天给招感出来了 白发苍苍 满面慈祥 拿一个手杖 大家就跪下来了 那婆罗门子也跪下来了 大饭天就说 你干什么呢 他说 我今天要结婚了 大饭天说 那你结婚 你准备多少钱呢 他说 我准备了三千斤 大饭天说 三千斤 你是怎么分配呢 他说 我一千斤是供养这些 来参加的婆罗门的师傅 这些出家师傅一千斤 第二个一千斤 我是准备这次的酒席的饭菜 第三个一千斤 我当聘金 我就是送给这个女方的家庭 大饭天一听 哦 他说 你这个前面两件事做得非常好 你拿去供养婆罗门师傅 准备酒菜来供养这些师傅 会成就安乐的果报 但是你第三个一千斤 用得不恰当 这个婆罗门子说 是怎么不恰当呢 他说 你花一千斤 你想想看 你娶一个太太 她的心脏值多少钱 她的脾胃值多少钱 她的里面的浓血使尿值多少钱 她的头发值多少钱 她的指甲值多少钱 那个大饭天就从头讲到尾 那个婆罗门子就当下正的出国 出国以后 那个大饭天就献出佛陀的色身 就带着婆罗门子 以神通力从空飞到京社去 就带他出家 后来就正的四国阿罗汉 弟子们就问了 这个婆罗门子怎么善根这样身后呢 他要去结婚的人 心情是一个要结婚的 他那个心识的活动 已经往那个结婚的方向流过去了 是什么力量 能够让他从一种结婚的水流 转成一个出家的水流呢 当然我们会说 佛陀的不可思议的射受力 是的 我们不可以否定外源力 佛陀说 这个婆罗门子 在加业佛时代是一个比丘 他出家以后 那个时候人寿是两万岁 他花了十千岁的时间就是 花了一万岁的时间 修学不静观 他累积了一种不静观的能量 佛陀是把他触动而已 诸位 我们临命中的时候 尤其是突然间死亡的 如果说你已经有心理准备 有些人是病了很久才死亡 这有心态准备 这种突然间来得很快的人 一般都心不甘情不愿 但是临终的开示 为什么有些人有效 有些人没有效果 这考验你的善根力了 诸位 你注意看看这个下评网生 一个造恶凡夫造 忤逆十恶 偶一大师说造忤逆十恶的人 他地狱的火都现前了 他凭什么能够把地狱的火 转成金莲花呢 当然 善知识的开导是一个因素 偶一大师说 因为善根深厚顾 我们平常的正念 就是在累积临终的正念 所以 诸位你真的要把平常的临终的正念准备好 你每一次的去读诵这个寄诵 如理的思维 你就在你的心中 储存一个临终正念的能量 只要你能量够 临终的时候 人家讲一句话 他就把你的善根 那个开关打开了 如果你平常都没有修 临终开始是很难有效果的 因为你里面都没有东西 所以 这个地方很重要 就是这个观深不静 观寿是苦 你要不断地观 不断地观 你才能够累积往生一种反转的力量